再来说 稀释消除 这是菩萨的恨力 什么恨呢 难行苦恨 菩萨发了救度众生的悲怨之后 他就会来到我们众生的世界 行六度万恨 弘扬佛法 然而 在娑婆世界行菩萨道 这个恨 的确是难行 的确是苦 众生刚强难化 难挑难服 面对着众生的恶业障 菩萨只有 眉毛脱地地忍入菩萨蜜 之前说过 想要救度娑婆世界的众生 不能用一般正常的方法 要为众生设立无量无边的方便 更要为众生做种种的牺牲 再辛苦 佛菩萨都忍下去了 那菩萨是如何为我们而牺牲呢 现在墨学就讲一个虚云老和尚的事情给诸位听 虚云老和尚是世界和尚王 他活到了一百二十岁才入灭 在他的一生当中 所谓坐月五帝世朝 不觉苍伤几度 受尽九磨十难 了之世事无常 真的是受尽了苦楚与伤痛 墨学现在要讲的 是虚云老和尚 一百一十二岁时 所发生的云门事变 民国四十年的春天 国历 二月二十三日 当时虚云老和尚 正在云门寺传戒 这一天忽然来了一百多位警察 把云门寺围住 任何人都不准外出 他们先将虚云老和尚 关在方丈寺里面 接着开始搜索云门寺 上至瓦片 下至地砖都围细地搜紧 经过了两天 因为还是没有结果 所以就把监院 民空法师 以及违心 误会 真空 违章等 有负责执事的法师 都抓走 并且把云门寺的文件 以及虚云老和尚 百年来的讲经法语 全部都带走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因为有人去向政府机构密告 说虚云老和尚在云门寺里 藏了很多军事武器 可能会叛变 其实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 这是为了陷害虚云老和尚 所编的谎话 然而 这个密告的人是谁 竟然 就是虚云老和尚的弟子 而且 还是出家弟子 这个弟子 不忠不孝 侮赖了虚云老和尚 当然 这之中 含藏了很多嫉妒障碍 与是是非非 而政府机构 听信了片面之词 便派警察前往搜查 这些警察 对被抓去的出家众 种种的残忍 逼他们 讲出 常武器的地方在哪里 可是确实没有这回事 所以大家都说不知道 于是 妙云法师被打死 很多人也都受了重伤 经过了十天 这样 残忍的审判 仍然是没有结果 于是 他们便把这口气 出在 虚云老和尚身上 他们先将老和尚 移到另外一个房间 门窗都封起来 不给饭吃 大小便也不准外出 屋内只有一盏灯 好像坐在地狱一样 这样子 这样子经过了三天 到了第三天 有十个身材魁梧的大汉 走进房间 要虚云老和尚 讲出藏钱的地方 藏武器的地方 虚云老和尚 说不知道 竟然被毒打 诸位菩萨 这时候 虚云老和尚 是一百一十二岁 他们先用木棒 再用铁棍 把虚云老和尚 打得头破血流 片体鳞伤 肋骨折断 虚云老和尚 被打倒在地上 完全没办法反抗 而在这一天之内 竟然连续打了四次 边打边问 问不出来 再继续打 这些人 也真的是够没人性了 后来 他们又把虚云老和尚 抬起来 摔在地上 看到虚云老和尚 差不多了 于是便呼啸而去 到了半夜 逝者将烟烟一袭的 老和尚扶起来 坐在床上 虚云老和尚 这时候 真的是只剩下一口气了 可是到了隔天 那些人 听说虚云老和尚 还没有死 又到寺庙里来 看到虚云老和尚 坐在那里 非常生气 于是 再把老和尚 从床上脱下来 再用大木棍 狠狠地毒打 使几个人 穿着皮鞋 在虚云老和尚身上 践踏 使老和尚 五孔流血 倒在地上 这些人 以为老和尚 必死无疑了 于是又再 呼啸而去 到了晚上 试着又再将虚云老和尚 浮起来 安坐床上 这时虚云老和尚 完全没办法动 经过了五天 虚云老和尚 才慢慢地躺下来 变成吉祥卧 可是经过了一日一夜 都没有呼吸 也没有脉搏 只剩下脸色 还是跟生前一样 身体也是柔软的 又再过了一天一夜 虚云老上 才慢慢地醒过来 并且告诉弟子 这几道都率天公 听法的经过 经过了这几天 那些行凶的人 看到虚云老和尚 奇特 他们开始 有点害怕起来 于是有一个 像是头目的人 便问旁边的出家人 为什么这个老家伙 老是打不死呢 旁边的出家人 告诉他 老和尚 为众生 为众生丹业受苦 替你们消灾 他的愿力 是他不会死的 久后 你们自然知道 那个人 听了 非常的害怕 从此 再也不敢对 虚云老和尚 行凶 可是事情 搞得这么大 而且这件事情 虚云老和尚 根本就是被 被侮赖的 这些行凶的人 怕消息走漏 所以 还是把云门寺 包围住 任何人都不准 向外联络 又这样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煎熬 而在这一个多月当中 虚云老上被他们打到肋骨折断 内出血乃至种种的创伤 病情一天比一天的恶化 眼睛已经完全看不到了 耳朵也像众听一样 听不清楚 每天都不能够吃饭 只能够喝水 这样的生活 又再经过了一个多月 从2月23日 到5月24日 云门寺被包围住 消息因为慢慢地传开 云门寺 才脱离了魔掌 诸位菩萨 这个大劫难 发生在虚云老和尚 112岁的时候 我们想一想 一代的大善知识 已经这么老了 他的道场 还被自己的出家弟子所陷害 还受到警察种种的毒打虐待 从这个令人痛心的例子 你就可以知道 娑婆世界众生的贪嗔痴 是多么的可怕 只因为个人的私欲 本来是一个极尽修行的道场 竟然能够狠下心来 把这种事搞到佛门中来 使得多少人丧失了发生会命 你也可以想象得到 诸佛菩萨到我们这个世界来 为了救度众生 受了多少辛苦 为众生做了多少的牺牲 虽然如此 虚云老和尚还是继续注释下来 活到一百二十岁 十方诸佛菩萨 为什么不愿意射受我们 为什么不愿意留在娑婆世界度众生 这个原因 诸位菩萨应该明白了吧 你要救他 他反过来还要害你 甚至还要你的命 如果是你 你有这样的悲心吗 虚云老和尚他在晚年的时候 做了一首感叹的诗 这个痴汉有甚来由 莫法无端 为何出头 皆知圣脉 一法为秋 抛却几事 专为人忧 向孤峰顶直钩调领 入大海底 剥火阻欧 不获知音 涂治伤悲 笑破虚空 骂不吉留 义 问渠为何不放下 苍生苦尽 哪时修啊 为什么佛菩萨 度化众生 那么辛苦 这血泪交失的岁月 佛菩萨还是要忍下去 只因为 苍生苦尽 苍生苦尽 那时修 众生的苦 哪一天才结束呢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这些众生 我不来救 还有谁愿意救 只要众生 能够安乐 我再怎么苦 都没有关系 佛菩萨的悲心 是如此 地藏菩萨 地狱为空 誓不成佛 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 普贤菩萨 虚空戒尽 众生戒尽 众生业尽 众生烦尽 我此愿亡 无有穷尽 老和尚更说 没错 现在是末法 但我要把末法 转为正法 诸位 为了我们这些 莫能救济的众生 佛菩萨再苦 他们都忍受下去了 在不可能做到的事 他们都要去做 刚才说到 虚云老和尚的事情 我们的恩师老和尚 也是如此地为我们 老和尚为众生 丹业受苦 佛法是讲因果的 大家静下心来 想想看 老和尚要拔除 我们的地狱液 要消除 我们现世的二业障 那我们所造的地狱液 这些二业障 到哪里去了呢 是自己消失了吗 老和尚 把我们所造的地狱液 往他自己身上揽啊 一个人 挑起众生 极重的贡业 以自己的色身 来带众生苦 诸位 于心何忍呢 就好像 我们在山上立牌位 我们每个人 在往昔劫中 都跟无量的怨亲在主 绝下了仇恨 当然 这些冤亲在主 他们无时不刻 都想要找我们报复 甚至想要我们的命 我们立了牌位 希望自己 能够消灾免难 希望那些冤亲在主 能够有一个 好的地方可以去 但是诸位 有没有想过 立了牌位 那这些冤亲在主 他们去找谁呢 找老和尚啊 我们立了牌位 不要好像 就把所有的业障 全部都丢给 佛菩萨去处理 好像自己就没有事了 怎么可以这样呢 这是自己的业障啊 诸位菩萨 我们难道不会觉得 自己很残忍吗 立了牌位 应该是要怀着一个 惭愧 对不起 感恩的心情 应该要回来打佛妻 以打佛妻的功德 来回向给老和尚 回向给那些 冤亲在主 希望他们能够 跟我们解冤事结 能够原谅我们 能够愿意 跟老和尚到西方去 这样子做才对 那是不是 没有回来打佛妻 就不可以立牌位呢 大家不要误会了 默学的意思 是要强调 我们自己 要拿出功德 来回向给自己的 冤亲在主 功德从哪里来 从生口意的 断恶修缮而来 当然打佛妻是一个方法 可是 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 但是你真的 没办法回来 你也应该在世间上 好好的修福修会 多多的念佛 回向给自己的 冤亲在主 只要你有这一份心 你的冤亲在主 都能够感受得到 他们会愿意 跟老和尚到西方去 最怕的 就是你虽然立了牌位 还是不断地造恶业 不要说你自己 没有感应 你还要让老和尚 为我们受多少苦啊 大家要懂得 孝顺佛菩萨 孝顺老和尚 在座的诸位菩萨 为什么虚云老和尚 他会说 不获知音 图自伤悲 就是因为众生 太不孝顺了 到底有谁 真正明白 他心中 度化众生的悲心呢 有谁真正了解 他伟大菩萨道的 卑至宏愿呢 历大以来 如廉耻大师 虚云老和尚 广青老和尚 还有我们的恩师 他们 为了创建道场 为了救度众生 都受尽了辛苦 受尽了众生的欺负 诸位 莫学这样讲 这个莫能救济 稀释消除 诸位菩萨 应该明白了吧 我们已经够业障 够可怜了 十方的诸佛菩萨 已经舍弃我们了 我们还不觉悟吗 只剩下老和尚 还愿意救度我们 难道 你还要毁灭 老和尚 与我们的因缘吗 诸位 真的不要再造业了 自己不要造业 也劝一切人 都不要造业 你如果真正 做到了这样 那是真正 在为观世音菩萨 为老和尚 减轻他们的辛苦